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道题 为了对抗日渐严重的空气污染 看来老师这个对环保事业还很热心 对吧 老师呢在家建造了一个圆形的花圃 在花圃的四周呢 每隔两米种一棵小树 每隔两米种一棵小树 那虽然老师花了这个小花 对吧 但其实呢 虽然表达它是一棵树的意思啊 然后呢 知道花圃一周的这个长度呢 周长是20米 好 现在问 我一共需要种几棵树吧 那你想 立二和刚才的立一 以及立一的那么多拓展题有什么区别 立一是在一条纸线上种树吧 而立二是在一个圆形的花圃上进行种树 对不对 所以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先观察一下 几米一段 两米一段 一共多少米 20米 最常规的方法依然是用20去除以2 对吧 不管三七二十一毛 先算一下有多少段 对不对 对 20除以2等于多少 10 等于10段 对吧 对 那下面就开始有点纠结 这个是10段 但不是10颗吧 嗯 这个10到底是加一呢 还是减一呢 还是不加不减呢 搞不清楚了吧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回忆一下 刚才我们在立一是怎么做的 立一开始我们也搞不清楚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是从一些简单情况去找 规律 规律吧 嗯 那么既然立一起这样做 那立二同样的吧 嗯 10段搞不清楚 比如说 如果只有两段的话 大家来看中了几颗 一颗 两颗 就是两段 嗯 上面一段 下面一段吧 对啊 两段的时候中 两颗 继续带来看 如果是三段呢 一二三三段吧 嗯 中几颗 一二三三颗吧 对啊 那同样同学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是四段的话呢 应该是中 四颗 四颗吧 所以制造体 十段应该是中几颗 十颗 十颗吧 嗯 所以你发现没有 哎 老师就是通过找规律方法 得到制造体的一个具体解题吧 所以制造体 十段其实就是代表了十颗 所以在这个圆形的花谱的四周 可以种上四颗数吧 嗯 所以制造体总结一下 来看看老师总结 在封闭曲线上直数 那么这个地方 你发现老师的总结 不是说在圆形上吧 嗯 这个封闭曲线什么意思 可以是三角形 可以是正方形 可以是长方形 也可以是第二制造体中的圆形吧 嗯 那只要是连在一起 首尾相连的 就称之为叫做封闭曲线 能不能理解 嗯 那么如果在封闭曲线上直数的话 磕数是等于断数的吧 嗯 所以其实有两种情况 磕数等于断数 第一种情况 是在直线上 只有一端直数的时候 对吧 对 还有一种是在 环形到封闭曲线上 那么这个也是磕数等于断数吧 嗯 所以 现在同学们发现了没有 我们讲直数问题 其实就研究两个东西 第一个叫做磕数 第二个叫做 断数 断数吧 嗯 好了这道题大家有没有理解呢 好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把直数问题的基本提醒 以及基本公式 全部传授给同学们了 同学们你们掌握了没有呢 好现在休息一会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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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